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的快訊 我是Vivian,健康生活小白科 中醫主張五色入五臟 嘗試五種不同顏色的食物 可以養護人的五臟 在中醫角度,紅色對應心臟 紅色食物可以補血益氣,養心安神 心臟為羊中之羊 是羊氣最多的臟腐 中醫認為五色入五臟,紅色入心 平時應該多吃紅色食物來保護心臟 紅色食物熟火,進入人體後 可以入心,入血,具有益氣補血 和促進血液生成後,增強心臟和氣血功能 註冊中醫師推介的幾款紅色食物 有紅棗,櫻桃,山楂,番茄等等 一,紅棗,俗語說一日吃三棗,一輩子不顯老 紅棗是常用的食材和藥材 可以補血補氣 紅棗適合臉色蒼白,怕冷不怕熱 以疲勞的人士服用 如需長期在戶外工作,日曬時間較多 怕熱不怕冷者需要謹慎食用 冬天服用量應該較夏天少 二,櫻桃 有子櫻桃附含鐵質,可以促進紅血蛋白再生 提高人體免疫力 現代櫻桃性質較溫,有養血健脾的作用 適合時常心貴,怕冷,氣喘,疲勞的人士食用 可以養血生血,脾胃差異消化不良人士 多食後容易胃痛,應該適量進食 三,山楂,好多人在食中藥後都會食山楂餅 幫助去除苦味,山楂味酸甘,性微溫 除了有開胃作用外,更有通心血管及降膽固醇的作用 中醫認為山楂有行氣散瘀的作用 可以清除生物中的瘀製 因此喜好肉食又有膽固醇問題的心臟病人士 平日可以多食山楂,如每日用10克山楂片沖水喝 四,番茄,番茄含有豐富茄紅素,對心血管具有保護作用 番茄味甘酸,性微汗,味道酸甜,汁液豐富 可以補充人體水分 緩解因為汗多而帶來的口渴,煩熱,食慾不振等問題 希望大家在即將到來的冬天可以增強體質,保護好自己的心臟 更多更詳盡的新聞訊息請留意今晚6時更新的《今日快訊》 再會!